一名英国籍的男子在日前和朋友相约到花莲中恒公路台八线西宝路段骑乘自行车 却疑似失控衰落山谷身亡 没想到警方随后就接祸到国安系头像封口令 要对这名外籍人士身份保密 也意外牵扯出浅见国造工程 五名消防人员合理搬运胆架上的男子送往医院 原来他的身份特殊是一名台湾浅见国造工程的外籍工程师 原本四月就要返国利用假日到中恒骑车协助工艺募款 不料却混沌异乡 消防人员获报后在山谷找到男子的遗体 当时死者原本是和其他英国工程顾问一起到花莲骑自行车上中恒拍摄纪录片 为工艺活动募款 而死者一个人骑在最前面不料就在几个急弯道后 人突然不见 原来就在转弯处时突然连人带车冲出公路 坠落三谷 事发当下因为和车友都保持距离 没有目击者 国安系头接获紧急通报是立刻出动外事警察 前往现场协助散后处理 不过却严格要求现场的人要对媒体保密 不可以泄露死者身份 如此保密全因为他这次是秘密来台 担任前建国造工程设计顾问 死者名为安迪来自英国年约60岁 平常假日就喜欢骑单车休闲活动 但如今却不幸发生意外 死者遗体已经火化 并且由一同来台的英国工程人员 将他的骨灰坛送回国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